每当国主去世,全力更迭之时,政权总是最脆弱的时候,京南湖南之所以轻易被收复,就是这个原因。 赵光印这次又抓住了北汉国军去世这个有利时机,毅然决定讨伐北汉。 那么大宋的这次北征会像平定南方那样顺利吗?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《王力群独宋史》第一部《宋太祖》第二十三集《灰狮河东》 北汉地级民品,国力微弱,堪称一雄二百。 为了生存,北汉只得第一声下气,依附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。 涉于辽国强大的实力,大宋也不敢对北汉轻举妄动。 公元九百六十八年,北汉国军刘军忧虑而死,北汉和辽国的关系也若即若离。 这让敏锐的赵光印抓住了统一北汉的良机,他果断调整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,调转大军直取北汉。 那么大宋究竟准备好了收复北汉之战了吗? 最终结局又是如何的呢?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细致节目,王立群读宋史细一部,宋太主第二十三集,挥师河东。 我们日常生活人经常说一句话,叫计划没有变化快。 大家都明白,计划没有变化快。 为什么会出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呢? 很简单,古今中外只要是改变计划,都有一个原因,或者说只有一个原因,叫情况变了。 情况一定有变,那么大宋王朝灭了后蜀以后,他要挥师北上,灭北汉,发生什么变化了呢? 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变化。 第一,有钱了,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,你要办事的话也有钱了。 赵矿印原来,为什么他定先南后北这么一个统一的策略,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文献记载的四个字,叫躺藏空虚。 什么叫躺藏? 国库。 国库空了,国库没有钱。 所以,大宋玩不赚这个国家机器,打仗,说白了,烧钱。 打仗就是烧钱,古今中外的打仗都是一个样,所以没有钱打不了。 那么为什么现在改变计划呢?有钱了。 为什么大宋现在有钱的呢? 一个国家有钱,只有两种途径可以拿到钱。 国家怎么有钱呢? 第一,通过发展生产,然后生产上去了,国家的税收上去了,有钱了。 第二个办法,打了那些有钱的国家,把人家的钱搬过来了,就有钱了,对不对? 赵旷印,他怎么会突然之间有钱的呢? 你看,赵旷印在统一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,他先打了京南的高市,然后灭了湖南的州市。 第三市,第三市灭了这个蜀地的孟市,特别是灭了蜀地的孟昌,这个政权。 这个蜀地是个非常富属的地方,我们在前面讲过。 赵旷印光搬这个钱都搬了好几年,你想想他获得了多少财富? 打仗一个方面是烧钱,打仗的另一个目的是抢钱。 他把这几个格局政权给灭了,把人家的钱抢过来了,北宋有钱了。 一有钱,赵旷印的底气就足了,谁要有钱,谁的底气就足。 兜里没钱,办啥事就没底气。 这叫第一点,有钱了。 第二,腾出手来了。 因为在灭了后蜀以后,大宋军队,他这个手腾出来了。 手腾出来就可以打了。 两个人正在打架,互相撕踩着。 你能去打第三方吗? 你手腾不出来啊。 你腾出来这个手,对方就可能就把你击倒了。 腾出手来很重要。 一个国家往往不能够同时对两个地方同时打仗。 就是你腾出手。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腾出手来了。 赵旷印改变统一天下的策略就有可能了。 还有第三条,有借口了。 古今中外的打仗,罚动战争这一方都有一个共同点。 他得有个借口,得有个理由。 所谓有个借口,有个理由。 实际上就是要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。 赵旷印在灭后属之前,给北宋的国主刘军两个人有个口头协议。 这个口头协议就是说,你刘军在世,我不打你。 刘军在世的时候,这个仗不能打。 打了叫什么? 打了叫背信弃义。 你跟人家约定好了,不打了。 然后你突然间又打人家了。 这叫背信弃义,师出无名。 而这一次是北汉的国主刘军死了。 我们上一讲讲过,刘军怎么死的? 仇死了,发仇。 按史书的原话,叫忧脆得极。 仇死了。 既然咱们俩订了一个协议,你活着我不打你。 那你死了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 我们这个协议就失效了。 协议失效以后,我就可以打你了。 第四个原因,一句承诺。 一句承诺。 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。 就是赵黄印灭了厚书以后, 他把厚书孟昌迁到了开封。 但厚书孟昌到开封以后,很怕就死了。 孟昌到了开封以后,孟昌的母亲跟着也去了。 赵黄印对孟昌的母亲很尊重。 这个尊重到什么程度呢? 第一,经常请她入宫,宴请她。 第二,称孟昌的母亲叫国母。 这国母可不是随便称的。 赵黄印称孟昌的母亲叫国母。 这一句称呼很优待。 第三,她还给孟昌的母亲说, 在这好好待,晚两年,我送你回去。 孟昌的母亲就问,送我到哪儿? 赵黄印说,当然回你四川啊。 孟昌的母亲说,不,我不愿意回四川。 我的老家是并州,就今天的山西太原。 我希望回并州去。 赵黄印说,好啊,我答应你。 打下并州,我就让你回去。 这是一句承诺。 那可能有人就觉得, 那赵黄印这么一句随口说出来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? 不在这儿。 这里边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道理。 大家听我们讲历史。 就总觉得历史它有一个发展, 有一个大趋势, 有一个历史规律。 其实大家还不太了解一点。 历史是有许多细节构成的。 而很多细节是带有偶然性的。 就因为孟昌的母亲想回并州, 赵黄印给她一个承诺。 所以赵黄印还老惦着这个事儿了。 我答应人家了。 我是大宋的皇帝。 我答应人家要灭这个北汉。 我这事儿在兑现。 这是一个承诺, 也起作用了。 赵黄印改变计划的第五个原因是一个心结。 一个心结。 心里有一个念想。 什么念想呢? 赵黄印早就想灭掉北汉了。 大家听我们讲这个赵黄印这个系列中间, 我们在这个系列一开始就讲到过一次著名的战役, 叫高平之战。 这高平这一仗是赵黄印的发迹之战。 他这个赵氏的兴起就兴于这个高平之战。 高平之战发生在什么时间呢? 是周氏中财荣在世的时候打的仗。 周氏中打没有打下来。 后来周氏中去北伐, 最后是因病退回来, 病死在开封。 周氏中是五代时期的一代明君呢? 周氏中没有完成两个心愿。 第一, 灭北汉。 第二, 收服燕云十六周。 周氏中两个心愿都没有实现。 三十四岁, 撒手而去。 这是一代明君没有完成的一个心愿。 这件事赵黄印心里记着了。 这个人, 他的这个愿望啊, 他的心愿, 往往是随着地位的变化在变化的。 你现在是一介草民, 你愿望不会太大。 但是你到了一定的位置上, 他就变化了。 这老百姓说的有一句很通俗的话, 叫脑袋跟着屁股走。 说了很有道理。 当你的屁股坐到什么位置上, 你的脑袋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? 原来没有的想法现在都有了。 赵黄印当了大宋的开国皇帝, 他有想法了。 什么想法呢? 因为他知道, 像他这样的人将来在历史上是会被记录下来的。 所以他想留下一个超越五代最英明的国君, 周世宗的这么一个名声。 怎么超越周世宗啊? 周世宗没有完成, 那我完成了, 那不就青史留名了吗? 所以周世宗没有灭北汉, 赵黄印要灭北汉, 这是一个新节。 由于历史的原因, 北汉成为赵黄印魂牵梦绕的地方, 那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赵黄印的神经。 公元968年, 当北汉国军刘军已死的消息传到大宋的时候, 赵黄印去哪里, 这是收复北汉的天赐良机, 果断下令大举进攻北汉。 那么大宋征讨北汉之路顺利, 内忧外困的北汉, 又是如何用对来势汹汹的宋军呢? 开保元年, 也就是公元968年, 赵黄印第一次派兵去攻打北汉。 这一次仍然像前面的几次战争一样, 赵黄印没有出征, 他坐在北宋的京城开封, 然后部署了几多大军去打, 委任了一个总司令, 然后去讨伐北汉。 当赵黄印的大军出发的时候, 出发以后, 北汉的情况发生变化了。 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的北汉的国主刘继恩被杀, 他的弟弟刘继元即位, 这个刘继元这个人是他的宰相国无为力的, 这个刘继元上台以后就做了两件事, 第一, 册封请兵, 第二, 部署军队, 所谓册封请兵就是把自己继位的消息向齐丹, 向辽报告了, 请辽国的国主加封他, 把这个册封完成了, 这样辽和就齐丹和北汉的关系得以恢复。 第二, 他立即派人在重要的军事要塞, 有一个地方叫团柏谷, 就是今天山西的太古县, 在那布下了重兵, 而且他派了一员战将, 就是我们传说中间杨家将的那个杨老令公杨继业, 不过这个时候的杨继业他可不叫杨继业, 他叫什么呢? 他叫刘继业, 为什么呢? 他原来就姓杨, 他的名字叫崇贵, 叫杨崇贵, 但是因为他跟着这个后汉的这个国主刘宠打仗, 非常勇敢, 所以后汉的国主刘宠就赐给他个姓, 既然你这么有功, 干脆你就改姓吧, 姓国姓, 皇帝姓刘嘛, 你就改姓, 所以他就改姓, 改成了这个刘继业这个名字, 由他带兵在团柏谷布防, 来对付大宋的军队, 同时来这个后汉的国主刘继业还派了一个监军, 这个监军是他的亲信, 实际上这个监军是他的妻子的父亲, 叫什么国杖, 就我们今天说叫岳父, 结果这个国杖, 他和杨继业带着这个军队和宋军的前锋遭遇, 打了个遭遇仗, 一下子打败了, 打败以后就一下子就退到太原城里去了, 所以这个传说中间的杨家将是非常能打的, 但是我们根据历史事实来看, 这个他在太宗朝, 他在归宋大宋, 他在归宋大宋之前打仗并不成功, 比如这一次他就打败了, 退回去了, 宋军就一下把太原给包围了, 包围以后怎么打, 赵黄印实险准备好了, 叫两手抓, 两手抓, 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两手抓, 两手都要硬, 这个话一点都不陌生, 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时下的一个流行语, 哪两手呢? 一手叫功, 一手叫劝, 功是功成, 劝是劝祥, 赵黄印实险就准备了四十多封劝祥书, 把这个劝祥书弄到城里去, 说只要投降了, 那你这个国主刘继元给你封为贫儒戒度士, 宰相郭吾为可以做安国戒度士, 有没有作用呢? 有作用, 对谁起作用呢? 对这个宰相郭吾为起作用了, 这个史书记载的很简单, 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字, 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古文, 今天大家读起来觉得很难读, 但是古文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, 叫精炼, 那么郭吾为看到这个昭祥的这个书以后, 他心里发生变化了, 古书中间只写了两个字, 叫色动, 什么叫色动啊? 脸色变了, 说明郭吾为看到这个劝祥的昭祥以后动心了, 而且史书后面又加了一句话, 自是时有二者, 就从此以后, 这个宰相郭吾为有了二心, 准备降, 但是北汉的国主刘继元, 他不降, 而且刘继元很硬, 当初郭吾为杀了他的哥哥刘继元, 立他的手就觉得这个人很容易控制, 其实刘继元这个人一点都不好控制, 这个刘继元当上北汉的国主以后, 办了四件事, 我们听听一看, 办这四件事, 你就知道这个北汉的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, 第一, 弑母, 弑就是弑军弑杀那个弑, 弑母就是把他的母亲给杀了, 当然这个母亲不是他的亲生母亲, 是养母, 他的养母是他的养父的皇后, 这个时候是皇太后, 他首先是把皇太后杀了, 什么原因呢, 就是刘继元原来有一个妻子, 他这个妻子有一次因为一个小错, 受过当年这个皇太后的训斥, 后来呢, 他这个妻子就得病死了, 他就把他妻子得病死的原因归罪于这个皇太后, 所以他继位以后, 这个皇太后还穿着丧服, 正在他养父的灵前, 继灵, 他就派人过去, 一杀之, 什么叫一杀, 勒死了, 活活的勒死了, 这叫世门, 第二, 凌辱后宫女子, 这个刘继元这个人呢, 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特别恶劣, 他继承他哥哥刘继恩的位置, 他把他哥哥的女人, 只要后宫的女人, 不加区别, 一律加以凌辱, 第三, 求杀皇亲, 当时就是在世的, 还有他这个很多皇亲, 其实都是刘姓的宗时, 这个刘继元把这些宗时, 都是他的长辈啊, 几十口全部关起来, 不到一年全死光, 把他刘姓宗族的人几乎全部杀光, 只有极个别的人装疯装傻得以幸免, 第四, 残杀大臣, 只要哪个大臣的意见不一致, 一律杀, 灭族,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军,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, 他坚决不详, 为什么呢? 他不想有他的道理, 这个刘继元坚持不投降, 靠的是两条, 第一, 城固, 太原城的城墙太坚固了, 你打不下来, 第二, 援兵, 他和齐丹已经修复关系了, 齐丹的援兵会来, 有援兵我不怕, 结果, 太原城没有攻下来, 齐丹的援兵到达, 宋军立即撤退, 这是第一次攻打北汉, 叫吴公而返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, 辽国虽然与北汉有矛盾, 但是, 两国之间是纯王齿寒的关系, 面对共同的敌人, 辽国和北汉又紧紧地混绑在一起, 辽国在接到北汉的求救信息后, 火速派大军前来解围, 措手不及的宋军, 唯恐陷入到赴北受敌的进步, 只得引兵撤退, 一直梦想统一北方的赵匡印, 实在不甘心这次意外的失败, 第二年, 赵匡印重整旗鼓, 愈驾新争, 那么, 二征北汉的结局, 又是如何的呢? 开保二年, 赵匡印发动了对北汉的第二次北伐战争, 他亲自带兵出来打, 到那以后, 赵匡印当然知道, 这次要拿下北汉, 必须要办两件事, 第一, 破城, 再把城给打破, 第二, 组员, 他把援兵给组住, 赵匡印怎么办呢? 派了两路, 组员的部队, 第一路援兵, 他断定, 一定会走郑州给定州, 他派人在那守着, 果然, 齐单的大军, 经过郑州给定州, 想着大宋在这无防, 结果到那就看见, 北宋的一支军队, 早就在那埋伏准备好了, 所以这次打得很顺利, 一下子就把齐单的援兵给打跑了, 第二次是在杨曲, 杨曲在哪儿呢? 今天太原北边, 太原的北边一个县, 这是个军事重镇, 这个县三面是山, 只有向南一个出口对着太原, 赵黄印在这儿又布置了军队, 齐单的军队走到这儿, 又遇到宋兵, 又被打败了, 组员打员打得很成功, 那既然断了援兵了, 那就攻城吧, 赵黄印这次攻城啊, 他是分三个梯次, 第一次是强攻, 仗着人多, 用人海战术强攻, 没有成功, 第二, 火攻, 用火烧, 又没有成功, 那赵黄印最后怎么打的呢? 赵黄印这次打太原, 他用了这么几招, 第一, 四城, 扎营, 太原城的东西南北, 全部铸上重兵, 同时攻城, 我就想起来那个, 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中间, 那个李云龙攻城一样, 不分组织, 东西南北四个城同时打, 但是没有打下来, 当时有人建议赵黄印增兵, 增加军队, 但是有一个很有头脑的将领, 给赵黄印说了两句话, 陛下自有数千万兵, 在左右服务用之, 说您手下有几千万军队, 您为啥不用呢? 赵黄印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? 这个大将用马鞭一指, 太原城旁边有一条河, 叫焚水, 赵黄印马上明白了, 立即让这个将领, 引焚水灌城, 这叫水工, 河堤一绝口, 把这个水引向太原城, 一下就把太原城给包围了, 而且围得很成功, 古代的城墙, 它不是全部是用砖石砌成的, 主要是用夯土, 有一部分是用的砖, 它不是全是砖, 它的很大的一部分是夯土, 所以水这么一冲, 坏了, 把太原的城给冲出了一个大缺口, 所以应当说, 这个用水工是很奏效的, 赵黄印的第四个办法, 叫瓦解士气, 你不是等着齐丹的援军吗? 他把杀的几千个齐丹士兵的脑袋, 摆在太原城下, 几千个脑袋摆到一块, 那也非常瘆人的, 全是砍下来的人头, 齐丹士兵的人头往那一摆, 几千个人头, 叫城上看, 城上一看傻了, 这士气就没了, 所以这一次应当说, 打得还是非常顺的, 但是就在城即将被攻破的时候, 出现了两个意外, 第一个意外, 城南不是被大水冲了一个缺口吗? 冲了一个缺口, 北汉就想堵着这个缺口, 大宋的军队为了防止它堵缺口怎么办呢? 我用剑来射, 你只要有人去堵缺口, 用剑把你射死, 这个缺口就堵不上, 眼看着大水冲了这个缺口, 越冲越大, 越冲越大, 恰恰在这个时候, 城里边也进水了, 这城一进水, 飘起来一个大草舵, 这个大草舵不知道怎么飘过来飘过去, 刚好飘到这个缺口那儿来了, 一个大草舵像一个大山一样的大草舵, 飘到缺口那儿, 一下子卡着缺口了, 大草舵往那儿一卡, 北宋的剑再射过去, 那成了诸葛亮的草船借剑呢, 射不透, 然后北汉趁机把城的缺口给堵住了, 所以这是第一个意外, 第二个意外, 赵光阴的军队攻打太原的时候, 住在一大片草地上, 天气很热又湿, 很多士兵吃了那个不干净的水, 闹肚子, 听我们今天说话, 急性肠炎, 大多处士兵都得了急性肠炎, 没战斗力了, 一下子部队师就战斗力了, 所以最后赵光阴和他的大臣一商量, 这仗没法打了, 对吧, 第二次北征又失败了, 所以北伐失败以后, 很多人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, 大宋王朝这次罚北汉的失败是决策事物, 那么这一次失误是不是决策事物了, 我看不是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时大宋给北汉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好, 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讲过了, 攻打北汉是对的, 问题出在哪儿呢, 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, 第一, 成奸, 太原成经过几代, 从这个后唐, 后梁, 后晋, 三代的经营, 他太坚固了, 很难短期内把它打下来, 第二, 外援, 齐丹的援兵源源不断, 第三, 叫计划不周, 用大水灌城是临时想起来的办法, 等到大宋的军队一退, 那个北汉的第一个任务, 就是把城中的积水给排出去, 等到城中的积水一排完, 太阳一晒, 太原成的城墙, 稀哗啦倒了一大片, 你知道为什么, 那个土城墙, 先用水一泡, 你泡着它的时候它不塌, 等到泥水一退, 太阳一射, 一干, 那个被粉的那个土就散开了, 所以, 辽国的使者说了一番话, 王师之饮水尽城也知其异而不知其二, 若知先进而后合, 这病人无脚泪, 他说大宋水烟啊, 子知其异不知其二, 他如果是大宋先用水淹它两天, 淹完以后再把水退掉, 让太阳去晒, 太阳一晒, 这个城墙自然就倒了, 他说一个土城墙, 先用水一泡, 然后把水再一排, 它自然就塌了, 这叫知其一而不知其二, 第四, 不确定的因素, 比如说, 宋军士兵闹肚子, 比如说, 那莫名其妙飘过来了一个大草垛子, 这都是不可确定的因素啊, 所以导致最后失败了, 失败并不是一无所成, 失败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重要成果, 第一, 让北汉的军队数量急剧下降, 北汉灭亡的时候, 他军队有三万人, 而赵光印这两次北伐, 杀了北汉多少军人呢, 一万三, 北汉总共三万士兵, 这时候被杀了一万三, 第二, 赵光印临退兵的时候, 把太原城外的老百姓, 给移民移走了, 移民可是个绝活啊,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, 我都给你移民移走了, 那你这个国家也就差不多了, 北汉灭亡的时候有多少人呢, 三万五千户, 赵光印这次移走多少人呢, 一万多户, 赵光印来个府邸抽薪, 我打不赢了, 我把你干脆老百姓给移民移跑, 这么一来, 赵光印的北伐告一断, 北伐既然失败了, 那还得集中兵力拐回来打南汉, 那么南汉王朝也像北汉一样, 那么难打吗? 请看下集乌幻之国, 谢谢大家。 剿灭北汉受挫, 大宋统一的步伐又回到了先南后北, 先义后南的路线上, 赵光印决定, 先攻击实力弱小的南汉, 理由是, 荒服正义, 救命于水火, 这个统一口号是为了师出有名, 还是南汉政权确实腐朽堕落呢?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,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, 宋太帖第24集, 无望之国。